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感动观众 一腔的热情对电影的喜爱 有一个精神我们叫四者三精神 那个精神就是什么呢 就是必须要努力 第一是努力 二是努力 三也是努力 以前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每天都活在片场 我觉得现在的演员呢 太被保护了 就是有点可惜的 在选择自由上 他们是我觉得是欠缺的 你不能天天在那里等一个十年 等一个所谓的好戏 也许那个好戏不会落在你头上 要严肃对待表演这件事情 这个市场上永远都是需要职业演员的 无限超越班第二季全面升级 还原演员职场环境 在充满挑战的片场中磨练演技 直面来自真实市场的考验 在多位兼职的加持下 完成一场演员的蜕变之旅 我希望通过无限超越班 他们可以超越自己 把自己推向更大的市场 推到片场去 在这个行业里 总你都要十八班五一都学会 随时适应变化 每一次演出都是给你一个 掌劲的一个机会 要讨好观众 那个就是流量 我们要感动观众 我们就是演员 优脆有机奶粉 携手全新一季无限超越班 助力新生破而后利 优脆有机无限超越 您好 我是无限超越班 议员部总监韩雪 欢迎来到二零二四集 无限超越班 请在这里领取你的公卡 和议员信息表 这张议员信息表 请在九点前填完 我到时候来收 大家好 我是金莎 蓝菲林 到 我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角色 是蓝菲林和吕素 李小川先生吗 我 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能告别过去 突破自己对美貌的固执 我是演员何洛洛 观众给我的标签 目前来说和演员不打沾边 希望后面有一个 能属于我自己的角色 你好 你好 老师好 你好 我是何洛洛 请领你的公卡和议员信息表 这个要在九点以前填完交给我 早上九点是吧 对 晚上九点吗 没有 你要十二个 多十二个小时吗 没有 安工区 就这 对对对 谢谢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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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何洛洛 你看你的座就好 啊 喂 嘿 哈喽哈喽 嘿 是 和同事们见面最让你一直找不到的是谁 烟许佳吧 你忙过后你可想让更有形状 免费的焦虑 针电脑热闹交互 他来之前也没有跟我说 大家好 你好 我还是Davis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大四再度学生 因为我现在马上要毕业了 其实我也把这个节目看作是一个实习的机会 你俩穿得好像 第二位牛仔小哥 加油 谢谢 我也很意外 没想到都会穿一套牛仔服 好 好 快去我 你坐我边上吧 啊 坐我边上吧 坐你这边上咋了 我 不 不认识啊 不太认识啊 你说那个 架子 这是哪个老师 这是哪个老师 就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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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就是老师 什么叫就是老师 就是你可以去打个招呼 你怎么去打个招呼 我打过了 在节目中有没有想合作的演员 燕许佳 燕许佳 我男朋友稍微长得有点类似他 哈哈哈哈 哈哈 有点像他 嗯 老师在我先填表吧 哎呦 看看 各位宝宝早上好 我现在在横店 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我今天是 无限超越班的 学员 当时给我发信息 说让我来参加 我就说你是不是发错人了 因为我没想到 会有东西节目来找我 而且是个大组织找我 因为我每天就在我的一母三分店 每天三二一上链接 我作为鸡爪兼工 我准备给各位同学们 素鸡爪 我第一角色叫上官瑞谦 然后他是代表 我的这么多年的一个职业标签 到现在我的五六年没有拍过戏 其实我可以说 我是被综艺圈遗忘的一颗 敏苏 当敏苏 我现在非常紧张啊 就是因为我就很多年 很多年没有演戏了 这种大楼现在这样的 只要我一进 那就没有回头路了 等一下啊 我进去之前我先还一还 呜 呜 呜 干就完了 你好 好 你好 你好 你们吃早饭了吗 吃了的 吃了一口 吃了一口 就离开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现在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演员丽菲儿 这也是我来到这个节目的原因 找回自己的演员之路 我是演员向左 市场对我的认知都是打戏 这次蛮渴望可以演多点戏 我想接更多的 有演演空间的角色 你好 菲儿 你好 好久不见 我虾杀 那我去你那儿吧 好 你过来吧 对 你吃早饭了吗 我吃了一个蛋挞 好 我有鸡爪你想吃吗 鸡爪吗 现在吗 所以我问你们吃没吃早饭 你们都吃了就不给你们了 那你也可以给我们中午吃吗 好 我先给你放你们一桶 万一没饭吃 谢谢 太好了 上班摸鱼好帮手 我吃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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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早饭 再吃早饭 就会吃早饭 然后再吃早饭 我吃早饭 你喝早饭 你们是 是 怎么称呼 我叫燕许佳 燕许佳 和露露 我知道你 我们参加 好久不见 对 好久不见 你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吗 疯狂的事 就刚上完 带男朋友练踪 太好看了 很棒 那个 挺疯狂的 笑得太疯狂了 鹅叫 大家好 我是演员徐若涵 我本身是学动画的 并不是科班出身 第一个是夏花 我最喜欢你 还有刚播的《明龙少年》 我想跟张栋梁老师 因为他并且算是一个 非常有资历的前辈 而且他自己 有很多中门的小孩 从小会看高大的类型 如果可以跟前辈 一起合作的话 还挺有意思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高手演员 张董的 路人这些年给我的标签 可能微笑 温柔 温暖 这些 但是我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 来干大事的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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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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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喽 哎呦不可能 许智东老师有太多在网上爆火的片段了 这不是偶然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 职业法师 哪的了领啊 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刚才才不会徒手捏啤酒的吗 这太帅了 太帅了我的天 我照镜子我都亲镜了 反正是十分的话 我的演技占一分 命好占七分 大家好 我是模特演员季凌晨 其实我拍了几部戏 但是讨论度最多的是云子语和共怀语 可能大家会给我的标签是 不太会演戏 来嘛没事嘛 反正让大家看着嘛 反正我就是把我自己 最真实最真诚的画面留在这了 那我就无数为宜了 让我坐这吧 坐吧 坐吧必须的 市场对我的认知是小鲜肉吗 不可能 小鲜肉 昨天都采访我 问你叫啥 我说我叫许潇伯喜 问啥意思 寻从肖战王也不是一样清晰 才牌 你那个有点尬出来 你看看 要的就这效果 大家好我是张瑞 武阿哥 古装戏的标签在我身上比较多 我觉得就是我希望突破的一个关系 欢迎大家来质疑我 就让暴风雨来的更强烈一些吧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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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 你好你好像主 你带开空箱来 对那开空 带着开空箱 那我我坐你对面 坐你对面 你们好 你们好 我是张瑞 你好你好我是张栋梁 栋梁 你好你好 这是文大名 不要这样 哈松哥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菲尔 好久不见 贵仔还挺女的 是吗 对 一顿猛花 是真的 张瑞 我认识也没那么熟 我 他这个人很善良 一顿猛花 是真的 一眼 那咱俩也太有默契了 我这我不知道你赖 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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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份礼物吧 好久不见了 送你份鸡爪 鸡爪子 吃过 行谢谢 脸围是什么 拿个参照物尺子量一下吧 我给你量 十五 不用我大概知道 那你帮我量一下 就是比这两个颧骨之间的点 大概多少 十二 这个获奖经历要把所有字都得写吧 你那么多吗 游泳还有得过奖吗 快 只能救救挨人 太可怕了 快救救我 老了 老了 我要挨死了 你以为这些年我就没想过吗 我就是靠想象这些才挺过来的 你好 大家好 我是王强 观众包括行业内给我贴的表现说是 眼睛有故事 然后电影脸 有质感 但是我有一个焦虑的 就是 因为我的 我这都不是反而才我真的长得好像过于年轻化了一点 我也不敢跟大家说话 天哪 我们终于来了 我今天是太空了 你用的哪个笔 就是这个笔 获奖经历 个人的获奖经历吗 那是5 那我 那我这个作品获得了今天要讲最佳电影 那就写 这个要写吗 那我们那些台 新浪为我最佳剧 哈喽 我今天要用许诗型的走法 来做个台步 哈喽 大家好,我是高海玲 今次很开心可以来到 《无限超越班》第二季 千声飞颁奖典艺 最佳女配角 高海玲 恭喜 高海玲 由性感形象到近年演技备受肯定 刚入行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会找我演一些 比较妩媚一点的角色 但是高海玲 有更多的可能性 等待去发掘 我想让大家看到 我的可塑性也是可以很高的 哈喽 你好 早上好 你好,大家好 哈喽 哈喽 看着花来着 你好,你好 我是张瑞 海宁出现我面前的时候 有着我很意外 哈喽 我觉得她跟戏里边的人物 还是有些差别的 就说明她人物合法得很好 在荧幕上看到的形象 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只能用华塞来形容 我看过你的戏 其实最想不到的就是海宁 因为她在整个新闻女王上 那个状态是很俐落的 但她真的很好 很友善 好 我对着她们 我好安心 我的妈呀 海宁,你是不是有很多皮草 为什么 海宁专注皮草 好烂 不烂呢 好,我笑了 好,不烂 你好 你好 明德来了 其实我在来之前 有知道我们《明龙少年》剧组 有王强跟李明德 他们两个人都会来 所以觉得说 我们曾经在这个剧里 是这样的关系 然后被放在这个节目里 我们又会产生什么样新的关系 和角色间的联系 还蛮期待的 大家好 我是影员李明德 因为那些被大家记住的角色 都是比较活泼的类型 多少有点固定的印象 但是我觉得 你让大家先认识你 这是一个 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吧 《红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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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更多的是通过短剧 认识了我 很幸运吧 能被大家看到 每年会拍一部短剧和一部长剧 古装剧多 也有现代剧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总益 承担大冒险 未来的是不管好的坏的 我都接受 我叫郑和惠子 我是一名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演员 2017年的时候 演了一部电视剧 叫做《夏至未至》 因为一个延末的角色被大家熟知 大家好 我叫王机V 东北爱人 让大家认识我的角色是 就是我们单纯的小美好里面的林静小 在后面就是知否里面的小桃 我们姑娘是天下最好的姑娘 到的时候看到一个背影 郑和惠子 特别可爱 然后我们俩就一块进去了 就找到姐妹了 好开心 谢谢 大家好 谢谢 天哪 你好 各位好 各位好 这里是那个 那我们坐这边 这边有人吗 没有 各位好 各位好 我以为我是最后一个虾子 我呢 我们赶紧先把这个写了 这个还要写 这个还要写 知道了 他说9点钟来说我赶紧写了 哎呦 先填这个 是全部都要填吗 应该是吧 那只有黄灵的一个在 我先放在这了 那我进去了 大家好 我最具代表性的角色们 现在肯定要说 梵花老 米边的金凤凰 认识我的观众 基本上很觉得我是个歌手 再对我关注一些 觉得我是一个做作的女人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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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灵 辛苦了 穿着袭袍就来了 无限超越班 我来了 全国的我是新军 莫同 好了 这边是框的 真的 黄灵同学加油赶紧填 好的解决 他们都已经都填完了 还要填 对对你的那个 哎 门口桌上有你的公卡 和医院信息表 是不是 不是要填表 我去我去我去 去去 去 公卡 公卡在哪里 去去去 哎呀扫码的 用手机扫啊 有手机在里面 你们要告诉我的呀 去去去 去不去早上是田径运动吗 真的是 去去去去去去 你早上是在梳妆打扮吗 不是 快点的 快点去吧 不是我这里开了一个洞 刚刚 快去吧 好了 去去去去去 来 一年半 一年多了 你 太坏了 加油同学 好的学姐 老师 没有 没关系 好 摸摸呆 好的 那你们就 享受一下今天早上 我觉得应该是 最后的轻松时光 一会就要 嗯 加油 先去把这个给他们 好 谢谢 那现在是自习吧 意思 我想有些东西是放宿舍的 还是放这里好了 有一些可以放这吧 你们都有准备相片吗 小天家人 我有 我有两个娃了已经 哇 哈哈 我要被我的家庭 会比较有安全感 哈哈哈 被环绕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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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